各位 上次段宇和忠灵见到神龙帮帮主司空远 大家客套几句 段宇就开门见山讲 听说桂邦和无量剑结了仇 先头我见到无量剑派两个人被害死 看不过 专专来劝下帮主的 所谓冤家疑解不疑结 两斗皆仇 两和皆有 否则凶杀斗勾 有违国法 如果被官府知道 会问罪坐牢 请帮主缘崖勒马 尽快回去 不要再向无量剑派尋仇了 司空远面猛猛地听着他说 等他说完了 声不出 一尾拿眼尾丹着他 段宇又说了 我这番金玉良言 望帮主三事 司空远突然喀喀两声 哈哈 你这傢伙什么猴底 你呀 那来玩阿叔 是谁叫你来的 没人叫 是我自己要来的 哼 阿叔走江湖四十年 未曾见过你这麽不知所谓的人 阿盛 捉起这两个人 哦 旁边一条大汗应声而出 阿守握着段宇到 慢着 忠灵又说了 司空帮主 这个相公好心来劝你 你不答应就算了 何必动操呢 说到这些 他又对段宇说了 大哥 神龙帮不听你劝 我们亦无谓你这些闲事 走罢了 嘞 还走得那么容易吗 阿盛早就礼转段宇 双手在背后 看着司空远 等他吩咐了 只见司空远大大派派地说 神龙帮最不喜欢人家来多管闲事的 这两个友仔敢来做驾驾 女头实有警局 阿熊 连个女的都扎起他 是 另外一个大只佬应声出来又想捉忠灵 忠灵一缩手 斜吞三步 司空帮主 别以为我怕你啊 是我妈爸不准我出来惹是生非的 你脆脆地就快点放回我大哥 壁虎跳墙你没有着数的 啊 哈哈哈哈哈哈 臭女包你吃得蒜头多顶了 这么大口气的 阿熊还不动手 是 阿熊又认一声 出手拿在忠灵手腕上 忠灵右手缩开 左手成掌又刮到阿熊的肩膀 在颈上啊 阿熊护低头避过 忠灵右拳兜上来 砰 一拳兜正阿熊的下巴 打到他傲眠腾低 哈哈 臭女包啊 是有两道散手啊 只来神龙帮搞事 咦 还没够跟良 司空员向旁一个牛膏马大 手挂起展的人又打个眼色 这个高佬立刻站起 走连几步 咦 忠灵先到的格纳底那么高 个人居高临下 伸出两只手 十指如爪一 挖挖到忠灵上 哇 这么西空啊 忠灵连望闪到一边 咦 个人十只手指从他面前挖过 咦呀 浸风啊 辣得痛肉的 忠灵有点心寒了 喂 司空帮主 你很快点叫他停手啊 罚得有火啊 说了三句说话 个人已经连去出了三次手 每次都被忠灵急闪避过 司空员没叫停 反而喝个人辣力点 个人出招更加快了 突然一手抓住忠灵右臂 啊 忠灵花容失色 左手兜下腰间的皮袋 出出 两声 咦 白光一闪 咦 呃 呃 呃 那个大只佬闪了一声 鬆开忠灵的手 整个蹬了落地 原来这闪电雕咬了他手背一晾 立即飙回到忠灵的手里了 司空员旁边有个弟子 快手快脚扶起大舅老 觉得他整身猛的打阵 手背的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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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 两声 明电雕弱起 就飆过去捉住段鱼那个阿姓那里 阿姓伸手想拨的 闪电雕趁势一口咬着手掌边 阿姓功夫还没那个大舅佬那么好 更加抵受不住那些雕毒 当堂缩一构就鬼恋那么吵 钟灵乘机扯下段鱼转身就走 大哥我们撞板了还不快点走 司凶元大声叫 快点捉住那混蛋 千万别让他扔走啊 又有四个男人约起 分开从左右两边包抄 钟灵连叫几下 只见闪电雕飙过那些人 从这个人身上飙过别人身上 转眼 包抄上来那四个人都被咬了一口 他们不是躲在地上就缩一构漏在那里猛叫 司凶元生得咬牙切齿 押起长衫在怀中拿了一瓶药水出来 倒下两只手板就分别插上手臂 啪啪啪 两三个起落已经拦住钟灵段鱼的前边 站定 闪电雕噗声从钟灵手板心弹起 飙向司凶元避过那树 司凶元树起手掌挡住 他都很心寒的 不知道自己查在手那些秘制蛇药 智不智得碰这种白雕仔 如果没效呢 自己和一帮弟子就是这么大了 之前闪电雕刚刚压大嘴咬到他手板心 突然间在胸中一个后抽 后脚硬一下他手板 就借力跳回到钟灵这边 咦 为什么呢 原来司凶元的秘制蛇药好功力 善黑蛇毒 闪电雕闻到那阵药气交关 即时抵受不住 咦 呀 司凶元一见就心花怒放 左掌啪啪啪出去 掌风凌厉 钟灵避不及了 整个人一钟就差点惯低 掌风如力所到啪声 蹬低段异就蹬到个屁股开花 钟灵大惊失色 连叫几声吹动闪电雕攻敌 闪电雕再次飙起 但是司凶元手掌到蛇药 刚刚是他的黑声 要咬他头面大腿这样才行 但是司凶元没你这么好气了 双掌飞舞 逼得了一只雕 埋不到他身 但是见那只雕 不停跳上跳下 湿水揽蜜他都害怕 把口咬生了 猛发号施令 那三几十个楼罗从四面八方围上来 各人手里拿着一盏药草 点着他 缝缝声烟就飙出来了 段雨刚刚由地上爬起身 被烟一分又跌回 迷迷糊糊之中 又见到钟灵发下发地扑低了 两个楼罗冲上去想捉他 这只闪电雕很有性 要保护主人 跳过去咬了他们一人一口 咦咦咦 众人怕到猛打倒吞 离远 一尾咬生了就不敢再迈去 真是老鼠拉龟无从下手 司空员就说了 东边的人烧熊王 南边的人烧蛇香 西边北边的人散开 那帮楼罗拿拿声照吩咐 烧起蛇香熊王 嘿 他们有名叫做神龙帮 随身带定很多药物的 一笑起蛇香熊王 当堂一阵嗑喉弓鼻的龙烟 吹到钟灵地道 谁不知闪电雕不怕那些弱气 照样是这么生猛 杀时间又咬到五个楼罗 司空员眉头一皱就继上心头 又叫人铲泥潑个钟灵道 想着连毒雕一起活埋 神龙帮人人都随身 带着铲头铁铲来採药 现在大有用场 即时挖泥铲石 又潑在钟灵身上 段月心想 祸由自己起 钟灵惨租活埋 自己喜能偷生 于是一扑扑在钟灵身上 揽住他 钟姑娘 反正 反正都是这样 我们同归依尽 咦 司空员听他这么说 有点心动动了 事关左近有成二十多个弟子被刁咬 捞在地上捏来捏去 里头还有七百个是帮中重要人物来的 如果杀了钟灵 是就是出一口气 不过拿不到他的解药 自己这帮人 又是听死的 想到这样 他对众人说 你们别弄死那两个人 躬静点 无奈 钟灵段月全身 被泥沙石头躬住 只是挖头出来 当然是很辛苦 司空员这阵时 这样才跟我们讲素了 哈哈哈哈 小女包 你想生还是想死 啊 钟灵话 我当然想生了 如果你整死我和大哥 你们都没得好死的 行 想生 你交些解雕毒的药出来 我就放你一马 说了 只是放我不行 要放我大哥 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 解药呢 我没有脱身带 要解雕毒 就得我爸爸适宜 我先头跟你讲过 你不要逼我动手 不是只要爸爸骂我 你又有什么得益呢 哎呀 你这个臭女包啊 翻疏计不漂亮 翻说没人听的啊 信不信我不理你 降生饿死你了 那是嘛 我说你又不信 哎呀 总而言之 你这些碎了了 我怕瞒不住老爸了 怎么办呢 你老爸叫什么名字 你都不小了 你都不小了 老爸的名字 胡胡胡说得被人听的吗 司空原行走江湖几十年 在武林中都算有些明星 哎呀今天碰上忠灵和段鱼这两个大鬼仔 搞到那手不成小 但是他听着左紧被刁咬过的人 在那儿喊生喊死 知道这些刁毒很棘手啊 事关那些人都是好爱面的 就算被人斩断一只手一只脚 都未必会伸一声 显然本邦的药用过了 又止不了咳了 于是乎司空原把心入患 在旁边一个弟子里 拿了支火把过来 绿大眼灯似钟灵 你老爸是谁 好快点说了啊 真的要我说 你不怕吗 怕你个头 等我来烧了你的头发 司空原挤起火把 就要烧到钟灵头壳顶 突然颈后边一下气疼 哎呀已经被东西洗了一口 糟 他连忙提气护住胸口 扔下火把 反手去颈后边抓那只东西 怎知手臂又一桶 什么咬他呢 原来是一只闪电雕被泥吼住之后 静静捐回来 趁着司空原不过意突然偷杂 嘿嘿 司空原被洗了两口 嚇得鼻子都没肉 立刻盘塞坐地 混攻驱毒 他帮手下急忙铲砍 那只闪电雕 闪电雕 闪电雕跳起身咬低两个人 在黑暗中白影闪了几下 扔入草垃圾 就不见了面了 中楼罗就立刻拿出蛇药 又被司空原蛇气又被他呼 还塞了一只野山人心塞到他的嘴 司空原同时混攻抗御两个雕毒 没多久他就顶不住 一咬牙 左手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 咔嚓 砍了自己的右手下来 嘿 好惹 正所谓毒蛇式碗 壮士断臂 但是颈后边那些雕毒 断不会连头都插下来吧 中楼罗面青青心惊惊 望着和他敷甘瘡药 这断手的地方 噗噗声涌血出来 那些药一敷上去就被血冲掉了 后面有人撕了一条布条 出力扎住他手臂弯上膏 这样才慢慢使着血 哎呀 中灵看着那么惨的情景 嚇到眼都瘾了 声都不敢声了 我还没多久 司空员慢慢口信一条气才问他 被毒雕咬到 最长有几日命 我 我爸爸说 有七日命 不过 不过你司空帮主耐力深厚 武功却绝 或者 一定 一定能长多几日命的 哼 拔个契弟上来 是 中楼罗就夹手夹脚 从泥坑里扯了段雨上来 中灵就急了 喂喂 不关他事的 你别害他 一致叫 一致手脚乱撐 就想乘机爬出来 那些楼罗急急手又铲 填满了段雨先头的桶 中灵跟着又不能动 忍不住就咬咬咬哭 段雨的心惊 表面装得很坦然地说 中姑娘 大丈夫 是死如归 在这些恶人面前 不要认衰 中灵哭着说 我不是大丈夫 我不要是死如归 我必要认衰 司空员又开声 给个契弟吃段长散 落七日的份量 有个楼罗就倒了半瓶小红色药粉出来 逼段雨吞伏 中灵发毛地叫 哎呀 那些毒药 不能吃的 不能吃的 段雨听见段长散的名字 就知道这首毒药交关了 不过想深层 自己落在人家手 不吃都不行的 当时一口吞了那些药粉落肚 搭下搭下嘴说 嗯 甜甜的 多好味道啊 司空帮主 你都吃半瓶吧 哼 司空员又激到出不了声 中灵见到这样的破体遗消 跟着又呆呆声哭回 隔了一阵 司空员又说给段雨听 那些段长散七日之后 就会毒法了 到时呢 那些腸逐寸逐寸断的人 才死的 如果不想死得那么辛苦 或者不想死 就去中灵家里拿刁毒解药 如果七日之内 拿到回来这些药 就被药食解药 那些段长散 放在中灵那里 中灵一听就说了 司空帮主 那只拿到解药来都没得 还要我爸运用毒门内供 才能解到那些闪电雕的毒 好啊 那就叫那契弟 请你老爸来咯 你就开胃了 我爸这么容易出山咯 司空员心想 这里无量劍派的事未了 我又不走得开 如果误了这里的事 天山同佬怪罪落来 他在我身上中的生死符一发作 要生不得要死不能 倒不如现在死了更好 于是他跟中灵讲了 我跌了心水的了 不请到你老爸来 我们大家就一获索 中灵想了一下 他就说了 这样啊 司空帮主 你先拉我出来 等我写封信给老爸 求他来救你 那你派一个不怕死的手下送信去 我就要叫你大哥去 要不要另外派人呢 哎呀 你不知道的了 是人走入我家一步都要死的 你大哥不死得 难道我的手下就抵死了 不舍得就别去啦 等待大家一起死 你这个帮主好不知丑的 大虾世 以后呢 被江湖中人知道 看你去哪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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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空原来懒得你了 挂着混攻抗毒 段雨说 中姑娘 不如等我去你家 你爸见我去报信 请他来救你 我想他不会害我的吧 钟灵忽然面露起色 有了 大哥 那我教定你先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听 我在这树 他不知道我在哪里 他就不会杀你了 不过你一带他来 就立刻逃走了 不是你就很麻烦的 各位 段宇请不请到钟灵老豆来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